他们被称之为中国第二海军 更是老美一直以来的噩梦 并称之只要在中国海域捞到东西 都属于中国这条原则 这些年来他们对祖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他们就是中国域民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中国域民们的辉煌成就 1978年开海之际 我国渔民在南海埔渔时 一个渔民突然捞到一个沉甸甸的东西 起初他以为是捞到大鱼 于是赶紧喊来同伴帮忙 没想到捞上来的竟然是个秀技斑斑的铁疙瘩 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几行英语 渔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秉承着打捞到奇怪的东西 都要上交给国家的原则 他们拨打了举报电话 我国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迅速赶来 看到这个铁疙瘩后 竟然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这个奇毛不娘的铁疙瘩竟然是美军投放的鱼雷 它不仅能够在水下自救航行 还能精准打击水下目标 甚至连水面上的目标也能打击 如果我国海军执行任务时遇到 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幸好我国渔民将它唠了起来 为我国海军避免了不少麻烦 更值得细题的是 当时我国也正在研制鱼雷 美国的这颗鱼雷 刚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模板 在这颗鱼雷的基础上 我国很快就研制出了自己的鱼雷 美国得知此事后 简直气得要吐出一口牢血 但我国渔民的行为合理合法 老美也只能独自生闷气了 而我国则是给这些渔民 发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鼓励 这种名利双收的好事 我国渔民自然不会放过 于是他们再出海时 会格外留意海里的可疑物品 一旦发现就会立即上报 这种方式还真挺奏效 老美再想搞事情 很快就会被我国热心的渔民发现 然后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不管是狱雷还是声纳 只要你敢投下来 统统给你打捞走 因此在我国临海地区 时不时会出现搞笑的荧幕 外国船只在前面跑 后面一群中国渔船在拼命追 我国渔民热情高涨的态度 逼得老外不得不在投放物体上 特地用中文标记 声纳无同 打捞不用 但是这依旧不能阻挡 我国渔民的爱国之情 管他有没有用 捞上来就一律上交给国家 而这些成就对我国渔民来说 才仅仅只是开胃小赛而已 根本不值得一提 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 他们被称之为中国第二海军 更是老美挥之不去的贺梦 那么除了打捞 我国渔民的战绩还有哪些呢 1992年 澳大利亚的潜艇奥兰亨号 未经允许悄悄潜入我国海域 准备偷偷的窃取我国情报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 就被我国出海捕鱼的渔民 用渔网兜了起来 要不是潜艇太沉 我国渔民怎么着 也得把这条大鱼捞上来 放到博物馆里 够人参观一下 澳大利亚也没料到 自己的潜艇 躲过了各种高科技 却躲不过中国渔民 简简单单的那张渔网 等渔民把网割破后 澳大利亚人压根不敢停留 撒下子就溜出了我国海域 这件事情 而我国渔民的壮举到这里还没结束 除了炉火纯青的捞鱼技术之外 我国的渔船也不容小觑 美国暴敌旗号是一艘有名的间谍船 但却非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披着民用船只的外号进行侦查活动 2002年 暴敌旗号非法闯入我国境内 我国海军多次发出警告 他们都置若保温 尤其他们打着民用的旗号 我国不能强行驱赶 正当总救为难的时候 旁边突然冲出来一艘渔船 狠狠地撞在了暴敌旗号身上 原来是我国正在捕鱼的渔民 听到警笛声 赶过来看热闹 没想到却正好看到了老美嚣张的样子 船上的渔民顿时不乐意了 既然讲道里面用 那必须得让你见识一下 中国渔民的厉害 于是他们二话不说 开着小渔船就冲向了暴敌旗号 老美怎么也想不到 中国的渔民竟然那么圣猛 小破船都敢直接撞他们的豪华船只 船上的老美还想多活几年 于是赶紧灰溜溜地逃跑了 等他们跑回老家后 竟然反咬我们一口 说我们攻击他们船只 我国渔民可不惯着他们的无耻行径 直接表示自己的行为与国家不关 完全是自愿的 随后我国更是拿出明确证据 证明是老美先违反约定的 最终老美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而我国渔民最值得津津乐道的事件 发生在2010年 9月7日 我国的敏晋5179号渔船 照例在钓鱼岛附近捕鱼 结果一艘带着小日本标志的船只 不知道从哪个鸡脚干辣跑了出来 然后用瘪足的中文 冲我国渔船喊话 称钓鱼岛是他们的 让我国渔船赶紧离开他们的领海 我方船长詹奇雄听到这话 顿时火爆三丈 钓鱼岛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 那时候小日子国 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捞鱼呢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他们的领土了呢 然而小日子国却信汉李德的一只狡肖 要求5179号渔船赶紧离开 一口一个这是他们的领海 听得詹奇雄和其他渔民各个气愤不已 于是经过商议后 他们决定给小日子国一个教训 他们被称之为中国第二海军 更是老美挥之不去的个梦 秉承这只要在中国海军 唠叨的东西都属于中国这条云泽 这些年来 他们对祖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然而他们的爱国行为 却遭到了众多外国人的恶意攻击 2017年9月7日 面对小日子的嚣张言论 詹奇雄带领船上的渔民们 狠狠地撞向了小日本的船 没想到 小日本竟然不讲武德 打不过竟然又要来两艘军舰 在钓鱼岛地区 强行驱逐我国的渔船 甚至还多次使用高压水枪 将我国渔民冲到口鼻流血 面对小日本的威胁 詹奇雄和渔民们丝毫没有畏惧 驾驶着渔船 再次撞向了小日本的船只 在装备不如他们的前提下 依旧给小日本的两艘船 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没想到小日本竟然恼羞成怒 直接用武力将詹奇雄 和其他渔民强行扣押 甚至还不摇脸的要我们赔偿 原本他们以为 只是抓了几颗渔民 我们不会追究 但这件事在我国很快 就掀起了狂澜 我们不仅要求他们赶紧放人 还要赔偿我们的损失 在我国的强烈要求下 小日本最终只能乖乖放人 而我国渔民也一战成名 成为了朝阳群众 外卖小哥并肩作战的 三大行人之一 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 然而他们自发组织起来的 爱国行为 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起来 大肆的搞事情 一些国家甚至大搞威胁论 说我国渔民是海军伪装的 目的就是阻止他们 进行正常的科研活动 真是老太太钻备窝 给爷爷正笑了 先不说我国海军 有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 搞伪装那一套 单说他们的搞的那些 科研活动合理吗 如果跑到别人的地盘 搞这些科研活动 是合理行为 那么我们也能跑到 他们国家搞吗 恐怕我们还没跑过去 他们的机枪就架好了吧 眼看这一招不行 他们竟然又污蔑 我国渔民的行为 是早有预谋的 这不是小龙虾酸苦的 瞎扯蛋了 我国渔民又不是 他们的肚子里的灰虫 怎么可能知道 他们要干什么 编理由也不编个合理一点的 这不是上赶着让人吐槽吗 最扯的是 一些国家竟然还大肆发表言论 的108个坏处 企图用这种方式 给民众洗脑 从而让我国渔民彻底失业 对于这种无脑的方式 只想说一声 多吃点鱼 好好补补脑子吧 这些言论 虽然听上去非常搞笑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我国渔民 确实会国家出了不少力 所谓国家就是先有国 后有家 只有我们每个人 都守卫好祖国 才能创建幸福的小家 因此 那些默默守卫国家的渔民们 值得我们为他们点赞